因為我真的覺得美國人很要爭議 就是任何事情他們都要爭議 然後美國人動作也很慢 然後你請他們快一點他們就會生氣 因為他們就覺得他們要照著流程走這樣 我是覺得美國人的問題是他們 永遠都覺得是別人的錯 自己永遠是對的 對 我之前在台灣有去餐廳吃飯 然後我點東西我坐在那邊 然後後來有一個美國人進來 他完全不會講中文 他就是用英文點餐 可是問題是怪他那個人英文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是他自言自語還是對我講話抱怨 他就說 F**k stupid Learn some f**king English man 就是覺得很奇怪你在台灣 你怪他不會講英文是你自己的問題啊 那我沒有跟他講 英國人覺得 美國人覺得全世界人都講英文 對 可是問題是 他們覺得你應該要講英文 後來呢他的漢堡來了 然後他看漢堡裡面有那個菜 但是他 那個女生就很敷衍 就很不好意思 對不起 I don't want to pay for this 然後他就是直接站起來然後走掉了 可是這在美國是不是很正常 這是在美國是很正常 但是聽完少少的故事 我還是覺得 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問題 他有什麼問題 他坐在旁邊而已 現在有什麼問題 因為你在台灣也會講中文 你為什麼沒有出來 你不走出去幫忙 對 如果我們在美國 我們看到這種狀況 一定會有一個帥氣的黑人 像我一樣馬上出來 拉鍊 拉鍊 這次沒有了 好 這樣好了 我們把後面全部取消 你馬上出來打架 我就是不管跟他講話 我怕他會拿槍射我 在台灣 誰知道 是 所以經過剛剛的對話 你可以知道這裡面誰EQ不好 來 我們來看接下來 要看第二名是不是 第二名會是誰呢 有這麼高嗎 法國 法國人是真的還OK 可是法國人很慢 他是不是因為太慢了 我們看一下 VCR 法國女生感覺都很優雅 然後連帶小孩的時候也是 就是小孩一直哭鬧 可是他們都很心平氣和 然後再跟小孩溝通 我覺得滿厲害的 看這節目之後就覺得 法比歐的EQ很高 就他每次講什麼 可能會惱霧他的話 他都笑笑帶過 就很少看他發脾氣 因為我從第一集看到現在 法比歐都沒有生氣 所以我覺得法國EQ最高 因為他們就是還滿顧形象 外表形象 所以他就算生氣 他也不會像其他國家 就是有弄其他太大的肢體語言 你看像法比歐的話 他就也不太會生氣 你別人怎麼弄他的話就還好 因為我最近在 就是網路上看到有一個報導 就是法國年輕人 三不五十就到街 就是街頭上面 然後去放火燒車子 是怎樣壓力太大是不是 欸講真的 我真的覺得法國人啊 除了 傻比歐是大家 因為看節目上這樣 可是其實你到法國 我覺得法國很沒耐性 超級沒耐性 然後又很愛罷工 我覺得法國人很喜歡 抱怨 抱怨 抱怨罷工也是啊 真的 不管是你在派對有太多人 或是你吃東西 那個東西不好吃 天氣有下雨 法國人很喜歡保怨 但是我覺得其實 我們的EQ沒有那麼高 還是說只有在巴黎住都市的人 還是說整個法國都是 當下會不會脾氣很好 還是因為在法國南法 也有很多從意大利 或是西班牙的移民 所以其實南法是比較 西班牙那樣 以來只是比較 比較容易的是大禍 所以如果開始敲架 就馬上會敲架 對 法比歐其實也是安靜優雅的這個 這個是假的 沒事喔 你們今天解多少次 入完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馬上開始抱怨 今天小娘什麼梗 不好笑 都這樣 而且 對 然後每次就一樣 就是剛剛我們就是越來越吃飯 他每次最後一個倒 然後就吃一口 好好吃 就走掉喔 我說真的 怎麼可能 主持的朋友是真的喔 不用被他騙 謝謝 而且這樣子怎麼比 你看你們怎麼對待我們 發表從第一天到現場每天 你好帥 你好浪漫 你好黑竹菜 你很完美 他怎麼 他根本沒有機會發脾氣 你們每次少俠很嚴肅 少俠不好笑 少俠很不好相熟 發火怎麼會 生氣對不對 對 對 這時候夢都找不到啊 夢都被日本人 小小的 怎麼樣呢 我還不能生氣嗎 對 都是你們造成的 是你們啦 聽說 你們都要放鬆一下 稍微放鬆一下好不好 真的 對 因為我們台灣朋友 他們不是故意的 這是一些節目效果好不好 謝謝 乖啦 真的很可憐 超好優雅喔 好優雅喔 這樣一看 大家會覺得夢多真的EQ好低 對啊 台灣人覺得呢 法國在這個位置上 但我覺得如果是相較之下 法國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滿合理的 因為我們真的去過法國的人 你就會知道他們真的步調很慢 所以你就會覺得他們出菜很慢 你也都會覺得有心理準備 然後就是也不會催促他們 因為他們動作就是那麼慢 所以然後其他 而且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有法國朋友一起吃飯 然後他跟我點的是 他比我晚到 然後但是點的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那個服務生可能就先給他 然後他就會說 沒有 是我朋友先點的 所以他就會先讓給我來吃 就是他們對於這一塊 我就覺得他們真的是有很多的耐心 你覺得他們很有耐心 可是我覺得他們有時候很沒耐心 有時候去那種百貨公司買東西的時候 你挑久一點那小姐都會在罵人 尤其接近他們快要下班時間了 他們就會覺得你在浪費他的時間 對啊 那你呢 可是我覺得 就法國女人感覺就很優雅 然後又很浪漫 然後又很漂亮 像那個誰 我覺得愛麗絲搬到法國也變得更浪漫了 對 就覺得好像就法國的媽媽 跟台灣的媽媽不太一樣 我們出門好像帶很多東西 然後法國的媽媽就是可以坐在那邊 喝紅酒跟帶小孩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就覺得好像法國媽媽脾氣 是比台灣媽媽好一點 你不以為每天給我酒 我也脾氣很好啊 究竟中毒 這酒哪怕發脾氣 好啦 現在目前剩第一名跟第七名 就是日本跟韓國嗎 還沒有嗎 不用看了 那孟多你覺得你是第幾名呢 在台灣上當然是第一名 我的EQ那麼高 謝謝 你剛才要不要我們把 你第一集到現在 整個發過脾氣的 剪成一集給你看 孟哥 我覺得我看你就知道 你一定是第七名 怎麼可能啊 看你就知道了 沒有啦 因為那個是日本裡面這一批 那個EQ這一低的 已經來到台灣啊 好謙虛喔 好會講話 我有點怕 韓國EQ最高的在台灣 謝謝 我們現在要第七名了啦 到底是誰呢 好 直接看啊 最後面的是 韓國 此致名歸 不可能 因為這樣代表韓國的EQ 是最低的嘛 我們來看一下VCR